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AI直播带货会让小姐姐们失业 抖音上最近突然出现了大量的AI直播带货的广告 基本上叫一路直播成本大概就是几百块一个月 有一个大空屋子 然后这个屋子有非常多电脑 这个电脑都是竖着屏幕的 因为抖音直播都是竖屏的 然后每一个屏幕上有一个小姐姐在这里直播 说你看这个成本非常低 我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就可以有这么多小姐姐给我直播带货了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靠不靠谱 到底行不行 小姐姐们这个真的是不是就失业了 说我们以后是不是不需要他们了 其实并没有 直播发展的历程是什么样的 直播其实最早是休闲直播 或者闲聊直播 像我现在做的实用就是闲聊直播 甚至有很多叫无聊直播 对吧 我会直播一个路口 这个车来车往 对吧 或者直播一个天空或者一个海滩 我记得我这还有一位付费用户叫云卷云书 看这边云卷云书 还是看那边云卷云书 甚至有人直播是方便面 有人直播睡觉 对吧 直播什么都有 但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混沌的状态 什么都会去直播 再往后就开始有这种相对单一的品类 就开始冒头了 第一个就是直播上课 很多的这种公开课 很多这样的事情是直播的 大家注意直播 它其实代表几个意思 最大的意义就是你是实时的现场直播 它有实时性 然后有一定的随机性 然后还可以现场进行互动 这个东西才叫直播 否则那个东西要录播 而且很多的直播 特别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它的直播特性 跟录播特性 它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 比如说赌博 很多人去开线上赌场 我要去赌博 那么他们一定会干嘛 在旁边开电视 这个电视在放本地新闻 或者放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告诉你 我这是实时的 我不可以现场作弊 不可以剪辑 不可以做这样事情 而且你可以开着你的电视 然后跟这边去比较 中间是不是有时差 对吧 像我们一般 比如我在YouTube上 直播的这个延时 大概能有 我觉得到不了一分钟吧 或者一分钟上下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延时 就是因为你毕竟 我这边内容推上去 然后那边处理 完了再分发到全世界各地去 它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延时了 但是你要赌场 它就不能这么干 你说我这个赌场的开牌 或者开骰子 有一分钟延迟 那谁跟你赌钱 对吧 你这不是分分钟 可以赢光所有人的钱吗 包括赛马的直播 包括很多的球的直播 都是必须要求完全实时的 然后另外的话 很多直播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跟大家去互动一下 像我每一次直播的时候 都会有人来问 是直播吗 是直播还是手营啊 然后我在这边说是直播 我看到你说什么了 对吧 那么这一下就可以去 把大家的关系拉的比较近 在直播之后呢 还有一些新的模式 比如说叫直播带货 就是我们现在见的最多的 就是直播卖东西 直播卖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偏门的品类 这个东西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直播带货最早是哪来的呢 最早是美国人发明的 叫电视购物 这个电视台什么也不干啊 整个这个频道就卖东西 后来有了互联网直播以后 才开始向直播带货这个方向走 他们其实抄袭的是电视直播 或者说电视购物这个频道 当然了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直播品 那是什么叫荷尔蒙直播 我们用比较科学 比较文雅的方式讲的荷尔蒙直播 就是你在看这种直播的时候 他小姑娘给你唱歌跳舞 或者有些也有游戏直播 就是我带着你打的游戏 当然也有这个长得比较好看的人 带你打游戏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确实很多的这个游戏主播 颜值都还是不错的 对吧 你说让我这样的人去做游戏主播 肯定是没戏的 本身游戏打的就烂 然后这个在播的时候 还这个面目不至于可憎吧 因为很多人我前两天发这个 我用自己的脸去画头像的 画硬币的推特的时候 一般人说我这个像面目猙獰 我怎么可能面目猙獰的这么慈眉善目的人 气死我了 直播最主要干的活是什么 所以直播最主要干的活 或者他直播本质的东西叫陪伴 我觉得有人陪着我 我可以看到一个人去睡觉 然后每天这个人一睡觉就开播 甚至有些人 我记得以前是有这种7x24小时直播 就是他永远都在播 当然人家上厕所的时候 人家会把摄像头遮住我 或者是怎么转过去 但是他就做这样的 他会告诉你我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特别是一些小姑娘美女 对吧 告诉你说你看我起床了 我穿衣服了 然后我去刷牙 我去洗脸了 然后我去做饭了 我去什么了 对吧 甚至还有很多通过这种24小时直播 还演示出来一些其他的这种类型的节目 比如说叫沉浸式回家 大家注意沉浸式回家绝对不是直播 沉浸式回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拍摄手法 他都是多机位 然后进行多镜头剪辑 是要写这个分镜头脚本 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他体现的过程 就是像一开始24小时直播做那个事情 就是你看我回家了 我换鞋了 我做饭了 然后我吃饭了 我洗碗了 然后我看书了 我看电视打游戏了 然后我睡觉了 对吧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会感觉身边有一个人陪着我们 对吧 所以直播的本质是陪伴 那么直播的本质是陪伴 他发展的方向就是有两个极端 像两个 就是他没有中间状态 因为最后竞争 卷来卷去 最后像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极端呢 就是个性化 个人化 你比如像董宇辉这样的 我上来给大家讲个课 然后我有一些什么感受 我原来是怎么回事 包括像我这样的 我做直播的时候 肯定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我讲的是我的故事 我的一些感受 我的表情 然后我的语气 这个事是别人搞不定的 那么一定是我 那么另外一种呢 其实就是走这个格式化的 就是电商直播这种 我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头 介绍更多的商品 或者我怎么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头 实现更多的交易 而且抖音最近还在改算法 改一个什么算法呢 他原来是 就是他的推荐算法是 每一千次展示 你到底完成多少GMV 就是多少销售额 现在改成什么呢 就是你每一千次展示 到底完成多少次交易 这个改变是很恐怖的 原来比如说 我这个跟大家坑尺别度介绍半天 然后最后 你买了我一个iPhone 一万块钱 那我这事都划算了 对吧 但是现在呢 这种就不给你流量了 我们以后要给什么样的人流量呢 我这七十咖啥在这说 然后那个 九块九包邮的东西 然后你七十咖啥卖了一袋堆 这个是抖音现在比较喜欢给流量的玩法 它为什么向这个方向走 它其实是在跟拼多多的底层在进行竞争 如果你说我真的是讲了半天 最后我卖了一个这个iPhone 对吧 或者而且有时候卖iPhone 还不是真卖了 是找我自己的朋友把它卖走了 它可以骗流量 就是也比较容易骗 但是你做一大堆的订单 这个事就是做假 难度就会提高一些 这是抖音的最新在做的变化 那么格式化的就是说 我怎么能够用千篇余虑 用最高效 或者不断优化以后的语数 用这样的人去给你把东西尽可能多的卖掉 在单位时间里头形成尽量多的交易次数 格式化的好处是什么 最大的好处叫可控 什么叫可控呢 就是我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不能乱说 不能想起什么说什么 像我这样 可能经常想起这个说这个 想起那个说那个 你知道我控制一下 不要说口头禅 不要这个那个 不要这个什么 那控制不了 对吧 人他就是这么说话的 你像这些播音员 那是可能上四年大学 练那个播音枪 专门练出来的 像我这种 原来就是跟人扯淡聊天的人 你让我去练这个 我可能会注意 我注意一下 我注意一下 我这个小心的去练 说话不重复 然后刚才我又重复了 这个事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注意 但是你让我一下改过来 我是改不过来的 但是有些小孩说 我可以做竹子稿照稿念 这个可控性就强一点 像我是念不了竹子稿了 像你们也听了 我很多回答问题的节目 我这个竹子稿的水平 是奇差无比的 经常念的磕磕绊绊的 所以我只能是写了题杠 跟大家讲 那么写了题杠跟大家讲的过程 就是不可控的 对吧 那么格式化就是相对来说可控 而且训练成本也比较低 你比如说我哪怕是让人来做这个事情 我找一帮小孩年轻好看 这个在比如二三线城市 工资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我就训练他们去读稿 不就完了吗 这训练成本也比较低 而且呢可以优化和迭代 什么叫优化和迭代 我分析一下数据 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用户离开了 当你讲那句话的时候 用户这个下单了 那我们下次是不是 直接可以讲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就不讲了 这个事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经常会干这种事情 说我吃十个包子就饱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 直接把第十个吃了 发现不行的话 那你再接着吃吧 对吧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试一下 就这个事情虽然很可笑 但还是要试一下 你先把第二句话说了 如果大家已经下单了 那第一句话就不用再说了 格式化就是这样的 那么自动化直播的 其实也不是从今天才有的 一直就存在 自动化直播的发展历程 第一个就是叫做首映 其实我是可以把我所有的 YouTube节目都设成首映 这个事没毛病 而且首映它会提前给你流量 提前给你一些展示的机会 说这个人几点几点 要放一个什么新节目了 而且是首映 首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陪大家一起看 或者说第一次播放 我是不是陪着 其实并不重要 就是第一次播放 但是首映 这个YouTube里面 是跟直播一样处理的 但是大家就会问 说你这是直播还是首映 我一般在首映的时候 都会在旁边陪着 就跟看电影首映里似的 电影制作方 一定要在旁边陪着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会在下次直接回答 但是为什么后来 我做首映做的很少了 是因为我实在陪不动了 对吧 我能够节目录出来 能放出来 就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然后再让我陪大家再看一遍 然后在现场回答一遍问题 我实在是精力不够 所以后来我就不再做首映了 所以首映是最早的自动化直播 然后再往后是做自动轮播 自动轮播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一个服务器上 把已经做好的一大堆的视频 放在里的一个目录里 然后它会有一个程序 自动的把这些视频拿出来 向YouTube去推流 这个是可以去做的 现在甭管是YouTube也好 还是抖音也好 都在鼓励直播 所以就是你一旦直播了 它会给你更多的流量和曝光机会 所以很多人就钻这个空子 我就去做自动化轮播 现在抖音也好 YouTube也好 发现有自动化轮播都会限流 都会我限制不给你这么多的流量 你再来好我的羊毛 这个事不行 这是第二步 然后第三步就是当前的这种AI直播 当前AI直播是怎么玩的 第一个是它分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人像 这是一个人的脑袋 或者一个人的上半身 它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第二步是有一些动作 它会有举手投足 有些简单的动作 不会说像我这样 我基本上坐在不动的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照相的设备 只要我一抬手 它就会自动停下来 因为我是做的手势控制 所以我现在手不敢拿起来 我更像是一个机器人 像自动化直播那帮人 AI直播的人 他们会有肢体动作 但是他比较呆板 也就这么几个动作 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做 然后第三个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表情 但是表情也会有些木 但是虽然不是那么自然 但不算吓人了 给他一堆文字 然后进行语音合成 然后及时的做一些反馈 现在自动化直播 是可以及时反馈的 就是你在下次打赏了 你在下次发红包了 你在下次买东西了 他会说谢谢你 这个事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读了完评论以后 再把这些评论 重新的进行一定的反馈 再去重新说出来 这个事并没有那么难 就是他们的表情 对口型 其实对的并没有那么准 差不太多就可以了 大家要求别太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AI直播呢 第一个就是 人毕竟不是机器 你让我做24小时直播 我也会死的 对吧 像我一般是做两小时直播 比如我每周五 做那个两小时直播 都会觉得异常疲惫 然后到礼拜六 就什么都不想干 而且礼拜五一天的时候 我是不出门的 坐在家里头准备一天 两小时直播的内容 当然这个卖东西直播 可能跟我这种讲故事直播 还不太一样 他那可能稍微轻松一点 但不知道 没吃过人那种苦 咱不要瞎说人家 但确实很累 人是不可能去 7x23而连续播下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人毕竟不是机器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机器直播 虽然转换率很低 就是他肯定没有人直播 转换率很好 而且就是大家看的时候 现在并没有做到 能够以假论真的状态 就是你还是能看出来 那是个机器的 所以他转换率一定会下降 但总比没有强吧 你比如说我一个真人 我每天在这直播 一个小时卖东西 卖完了以后 剩下23个小时怎么办 拿个机器在这接上卖 就算卖的慢一点 卖的少一点 我还是能卖掉 对吧 这个就属于白来的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做直播它是没有成本的 你最多就是有电费 有网费 网基本上都是包月的 包年的 就是点电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去做了直播了 我多卖出一样来 他不就把电费挣回来了 所以这个就还是有效果的 然后第三个 就是平台会鼓励直播 将直播内容排在前面 你们去看YouTube YouTube的首页的最左侧 有一栏就是我们订阅了 哪些频道 然后谁正在开直播 然后频道就会跳到最前面去 排不去排前面 这就叫羊毛 你等于就是有更多的展示机会了 所以一定要让直播开下去 你在开直播的时候 甭管是YouTube也好 抖音也好 或者任何系统也好 都会给你更多的展示机会 它是这么来去工作 还处理的 很多的平台会对于直播时长给予奖励 就是你直播了十个小时了 直播了一百个小时了 直播了一千个小时 他会给你一定的奖励 他就是鼓励你直播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自己播下去 平台对于AI直播 现在是什么态度 刚才我讲了 这个自动化轮播 现在已经被限流了 而且是严厉打击 谁在平台上做自动化轮播 谁就受到处罚 但是AI直播 现在是不是受到处罚 很多平台会整治自动化轮播 但是AI直播 现在平台还在观察 还在看 为什么呢 平台也在看看说 你对于用户的互动 对于这个东西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你AI直播了以后 确实把东西卖掉了 对于平台来说 这是挺好的事情 因为平台 咱们就这么想 甭管是抖音也好 YouTube也好 我在这上做了个直播 假设我在YouTube上做了个直播 YouTube支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他比如说需要有带宽 能够接收我推上去的流量 然后需要在各个地方的机房里头 进行编解码 再通过流量 再把内容分发到各地的CDN去 然后再把内容再发出去 然后还要在YouTube内部去做推荐 他这个事情本身 YouTube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在里头放了广告以后 还得跟我分钱 这个事情它到底划不划算 那么如果你做了AI直播 或者你做了任何内容上去以后 没有人看 或者所有看 所有交易都是假的 那么一定会被打击 如果你这东西推上去 有人看 有人在上的实现交易 那么平台的目的就达成了 对吧 它的所有的成本支出就已经回本了 它就会鼓励 或者说计算不鼓励吧 它也不会打击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清楚 平台诉求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 说我现在从一开始做一个新平台 这事肯定是很难的 对 但是说我现在想去 这个在平台上干点事情 你就要想清楚平台的诉求是什么 怎么能够跟平台的诉求统一 这样才可以成为平台的朋友 但是未来会不会限流呢 不好说 如果大家发现是AI直播就不下单买东西了 对吧 那可能就会限流 或者说他发现大家不买了以后 自己在那造假单 那么就可能会限流 小姐姐们会失业吗 怎么说呢 这种格式化直播的就会失业 因为刚才我们说有一种叫个性化直播 一种叫格式化直播 像我这种长得不是很好看的 这种中年大叔 然后跟大家讲故事 这种叫个性化直播 我们没事了 然后那种上来就是9块9包邮 然后54321开什么这些人 他们就有可能会失业 或者说他们的薪资就会降低 因为不需要这么多人了 你用机器人完全可以取代了 我前面其实反复强调过一点 就是AI真正做的事情不是取代我们 而是让我们更像一个人 人工智能真正让人发生变化的地方 就是让人更像一个人 个性化直播会更有吸引力 就是像我这样会更多人来看 这个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对格式化直播就有可能就完蛋了 但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下一步AICC的加入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了 现在的格式化直播 或者说这种叫AI直播 实际上是没有AICC什么事的 没有XGPT 没有My Journey 没有Stability Fusion 没有这些东西的任何事情 可能有一点点Stability Fusion 和Controlite的事情 但是大的范围是没有的 他们都是用很简单的逻辑判断 和循环画术 或者做这样的事情来去直播的 那么XGPT会加入 那么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会变得更生动一些 更互动 互动性更强一些 这个事肯定还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你在这边跟发了一句评论 然后他马上就可以回复一下 内容会有更多的变化 然后也会更有趣 当然了 直播的未来是什么 刚才我们讲了 直播其实是流量变现的 里头的一个相对来说的终点 就是我们有获取了大量流量以后 不管我怎么获取到 我获取大量流量以后 我可以通过直播来去变钱 对吧 那么直播再往前走 到底会发生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未来是什么样的方向 有AICC加入了以后 直播会变成什么 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要跟大家讲 直播的终点是一对一 我相信可能有的老油条 老司机现在就已经笑了 不要想歪了 因为我知道一对一 其实有很多是裸聊 或者是一对一的这种色情直播 是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有AICC 有什么这个以后 有机器人 以假乱真以后 真正值得做的东西 就是一对一直播 但是这种一对一直播 更多的是一对一课程 以及一对一咨询 一对一陪聊 一对一陪伴 一对一陪着打游戏 做什么这样的事情 才是未来直播的方向 那么大家想过 为什么是这样没有 其实很简单 直播它最后成本 是怎么来平衡的 我一个人在这播 然后我现在直播 一般大概会有300人左右在看 那么我一个人播300人看 这个事就是一个划算的事情 从YouTube的角度上说划算 从我的角度上也划算 我为什么不能一对一直播 因为我一对一直播 你给我多少钱 我去播一场 对吧 咱们就从钱的角度上说 咱们不要去讲别的什么开心 或者什么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事没关系 咱就说钱的事情 那么如果 为什么原来的一对一 都是色情直播 因为up值高 就是叫客单价高 对吧 你做一对一完了以后 他这一个人就付 可能好几百块钱 上千块钱 可以付出来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他就觉得是 做一次是划算的 对吧 你说 你看一次直播 一分钱没花 只是看了几个广告 对吧 他看一次直播 一分钱没花 看了几个广告 或者花了钱 也就是几个美金 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可能做一场 他这个事就划不回来 而且从youtube平台角度上 也不划算 所以一定要一对多 而且越多越好 比如像叫什么李佳琪那样 一个人上去直播 然后有几千万人在上面看 那这事划算死了 但是当我们的内容 创作成本下降的时候 就是AIGC和XGPT 真正加入了以后 它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就是内容创作成本下降 当下降了以后 就完全可以做一对一了 而且不需要那么高的客单价 就可以去做了 原来只有高客单价一对一才成立 现在不需要了 所以一对一咨询 一对一课程 一对一陪聊 一对一的游戏 或者一对一的一些电视 或者什么电视购物 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 就都可以来了 而且效果会更好 这个才是真正值得去探讨 和思考的问题 而且这个也没有那么快 可能在现在的基础上 应该还要半年到更长一些的时间 才可以出来 大家注意点 就是即使是一对一的这种直播 就是AI直播 它的成本也并不低 为什么呢 因为XGPT本身是有成本的 你需要使用API 使用Token 然后去进行问答 如果你说我做一些专项的咨询 我可能还要训练小模型 训练专有模型 那么这个本身的成本并不低 对吧 然后第二个 就是它这种叫做现场生成 因为你需要现场渲染这个内容 这个成本也不低的 就是这块 也会有一定的成本 但肯定要比真人播还是要便宜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 现在的这种 就是真人的这种语音的生成 真人的表情生成和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有一定成本的 所以它肯定还是要比 说完全零成本 就可以开始播的 肯定还是要去计算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现在 结论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AI自动直播 会让一部分小姐姐的工资降低 但还不会马上失业 想去避免这件事情 就是要想办法像我这样做个性化直播 做一些跟大家不一样 AI比较难以模拟的东西 而AI直播继续往前发展的路子 就是一对一 可以把一些客单价稍微低一点的 这些内容都融入到一对一直播里面去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的付费频道 再见